洗澡是我們每天要做的事情 如果萬一你這個門是從內開的 也就是往裡面推的 如果當那些長輩如果身體不適倒下來之後在裡面 剛好卡在裡面 內開的門是倒不開的喔 所以這個時候建議各位 我們要改成一種外開式的門 各位可以去改裝一下這個五金的鑰鑾 那現在有那種180度的 也就是內跟外都可以的 洗完泡澡的這個朋友們 建議各位你可以選擇這種走入式 以及降板式的浴缸 大家好我是Ryo老師 相信很多看老師節目的朋友們 很多都是40歲到60歲左右 那現在有些人是要接近要退休了 甚至已經有些人已經是退休的年紀了 到了這個退休年紀 身體每況愈下 這個是一個不可逆的狀況 那我們要積極的去面對它 安全和健康是一個家最重要的核心 今天老師就想跟大家來分享 如何把家裡的安全性能夠提高 要加裝哪一些設備和注意哪些細節 才能夠讓各位更加的安全呢 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 請各位先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提醒哦 第一開放式的空間 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如果太多的一些隔間呢 有可能會造成我們一些死角的疏忽的地方 那盡量呢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我們可以從頭看到尾 那基本上呢我們就可以知道人員的走動 如果萬一呢一個不小心發生意外 我們也能夠在第一時間發現 然後第一時間救援 所以這個呢會增加我們的安全性 因為眼睛看得到的地方絕對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二 全部控制面板 現在的科技是日新月異啊 在一個小小的面板裡面 它可以呢暗設這個緊急求救零 那也可以呢包含你家的漏水啊 或者冷氣控制全部都在裡面 那這個呢面板呢它會提出一些提醒 甚至還可以連線包含底下的守衛 以及你子女的電話 在第一時間如果有狀況的時候 它第一個時間會通知你哦 那另外呢還要特別跟大家提醒 就類似像這緊急求救零 可以適合放在像廁所啦 或者在你的床頭旁邊 那麼只要身體不適的話 你就可以按一個零 那我相信這個面板呢就會發出通知 讓大家第一個時間能夠協助到你哦 第三 無障礙空間 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行動可能會越來越不方便 所以呢未來我們也得規劃 是不是輪椅啊能夠經過的地方 包含我們的這些拐角啊 是不是那些零零角角都要稍微呢 做一些這個保護啊 當一旦我們這個行動不便的時候 這些未來行走的這些路線 都得提早規劃哦 那尤其要特別提醒的 譬如說在過去我們家裡的那些門檻 因為它有一定的高度 可能在輪椅行動的時候呢 會相當的不便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應該要變更一下 我們使用的方法 建議把這個門檻去掉 才更有助於無障礙空間的使用哦 第四 轉角倒圓角 過去我們在櫥櫃的裝修上面呢 通常都是一個90度的垂直 那我們年紀大了 有時候呢有可能也會發生意外 尤其人在跌倒的時候 那些尖尖的東西撞到啊 哇那後果是不堪設想 所以呢首先第一個 如果能夠在裝修的時候呢 把它倒角把它轉成圓角 這是必須要做的 但如果你們家已經都裝完完畢了 怎麼辦呢 其實也不用擔心 現在賣場呢有賣那些軟軟的 可以把這個倒角 去做一個軟墊的這個補充 那有助於你如果萬一呢 撞到碰到也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部分呢 各位不妨給你提供做參考哦 第五 地滿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經常看到 美式寒流來襲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一種猝死的現象 那事實上不是因為天氣太冷 而是呢美式的這個溫度差別太大 這個溫度差別太大呢 就有可能讓心臟受不了 然後快速的猝死 所以呢建議各位啊 未來如果在裝修房子的過程當中 可以採用地暖的方式 因為老師過去在北京住過好幾年 尤其在那冰天洞地的這個地方裡面 有著地暖在裡面 你會覺得這個溫度啊 完全恆溫非常舒服 但要提醒各位的是 地暖跟暖氣真的不一樣 因為暖氣吹下來之後啊 會讓你覺得很燥熱 而且很乾燥非常不舒服 而地暖就像回到你夏天那種感覺 完全不一樣 可能我們會覺得在安裝地暖的時候呢 它的費用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各位 我們的生命更可貴 聽說地暖它還可以符合一個地方 區域的安裝 譬如說呢父母親長輩房 我們給它安裝一下 嗯那這樣子的話 預算就省多了 第六個 夜燈 我們都知道年紀呢 開始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說真的有時候呢晚上睡到一半起來 上上廁所呢都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事實上呢有時候你看剛睡起來的時候睡很輕鬆的 也摸不清楚什麼樣的狀況 不小心碰到撞到了 哎呦那危險性很大了 所以呢為了要讓我們更能夠看清我們的路線 老師建議呢我們要裝一個夜燈 最好是那種感應式的 那夜燈也要切記哦不要裝的太高哦 因為這夜燈一亮起來你眼睛一看到 之後到時候你上完廁所回來之後 明明睡不著對不對 所以呢最好是把它裝在這個腳邊的地方 能夠清楚的看到你的路 讓你順利的去上完廁所之後回來 還可以繼續睡覺 這個很重要哦 第七外開式的淋浴門 洗澡是我們每天要做的事情 如果萬一你這個門是從內開的 也就是往裡面推的 如果當那些長輩如果呢身體不適 倒下來之後在裡面 剛好卡在裡面 哎內開的門是打不開的哦 所以這個時候呢建議各位 我們要改成一種外開式的門 因為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未來裡面如果萬一出現任何的問題 救助就輕鬆容易許多囉 第二個呢也給各位一個選擇 如果您的浴室的空間比較小 如果真的是外開的話 可能的動線不好的話 各位可以去改裝一下這個五金的鑿鏈 那現在有那種180度的 也就是內跟外都可以的 就是說平常我們可以內開 一旦遇到狀況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外開 那這樣子的話呢也更能保證你的安全哦 第八浴缸 洗完泡澡的這個朋友們 建議各位你可以選擇這種走路式 以及降板式的浴缸 如果是普通的浴缸 我們有時候起來啊 那個高度太高啊 有時候腳舉起來之後 重心不穩經常會摔倒 那會非常的危險 這裡也特別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是要選擇這種降板式的浴缸呢 因為它是有條件的 所以在裝修之前 建議先跟我們的設計師要討論一下哦 根據調查顯示 一個家呢最容易發生問題的地方 它就是浴缸 各位一定要切記 不要因為熟悉就大意而疏忽了呢 以上今天呢 老師跟各位提供這個八個 啊很重要的這個設施 你覺得哪一個是你可以立即改善的呢 對於我而言啊 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倒腳的部分 那很簡單嘛 對不對 去買個東西 讓它裝上去不就搞定了嗎 這可以知道的東西可以先做 那第二個我覺得浴室 那個門啊也很重要 可以換個五金 180度的立刻可以做的事情 咱們就趕緊來做 這個呢也是蠻重要的 再來第三個就是夜燈啦 因為說真的啊 現在晚上起來尿尿的機會 也是變多了 所以呢 不要自己在那邊摸摸 走走撞撞 那也很危險啊 裝一個小小的夜燈 以上這三個 都是你在外面可以輕鬆取得的 如果各位 記得的話 趕緊去換喔 上面八個的這一種設施 你喜歡哪一個 哪一個東西對你更有幫助 希望你能夠底下留言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